苏澳政长李明哲来到了位在永荣里 现年86岁的县级模范父亲赖松云家中 祝贺父亲节快乐 并带来了讲座以及礼品 对赖爸爸表达最诚挚的祝福与感谢 这个我们模范父亲赖松云先生的家里 特别来致上这个奖杯还有礼品 来特别感谢我们赖先生 赖松云先生 是我们苏澳政的这个模范父亲 也要代表我们苏澳政来到县府来接受表扬 8月8号父亲节即将到来 苏澳政公所感念父爱光辉 特别表扬模范父亲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不过由于今年的三级防疫警戒 无法举办公开表扬活动 因此改由政长李明哲协同里长 逐一前往获奖的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家中表扬祝贺 而这位获得推荐接受县府表扬的模范父亲 赖松云兄弟姐妹多达了16位 在南巴尔学习修理船只的引擎 之后与朋友来合开东宝铁工厂 一直到55岁因为眼睛不适决定退休 后来又到职场来担任厂长 直到63岁退休 退休后享受田园大自然的生活 育有一男四女 每位子女都结婚生子 目前孙子有七位 孙女有五位 家庭美满何乐 足为社会的典范 我学了一年 大家都很努力 都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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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在家 都在学习 在学习 都在学习 大家都很成功了 我去学习 都在学习 我去学习 都在学习 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这样走 我老母亲 一段时间 都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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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走 我想每年我们公所 都会针对我们模范父亲 还有好事代表 会做一个公开的表扬的 这样的活动 主要是要表彰我们的父亲 这长年以来的辛苦 那抚育一个家庭 然后让所有的子女 都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有非常对社会有正面的贡献 那好人好事代表也是一样 苏澳正今年总共表扬 22位的模范父亲 19位的好人好事代表 期望借此表扬 宣扬父亲以及好人好事们的德性 以及传统典范 作为证明学习的楷模 具有良好教育以及启示的作用 亿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道